那你修修了多少 你的心清净了没有 那修佛我们的心 一年比一年清净 也就是染无一年比一年清 你有进步 如果染无一年比一年严重 你什么都没修到 那你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佛学常识 佛教里面的知识这个东西不关用 与了生死出三界没有关系 换一句话说 你将来寿命到了 你还是搞六大轮回 你出不去 清净心出去了 往生极乐世界 要清净心 心今则复途径 这一个人一身足 心完全是人物 灵命中时 豁然闻到这个净土法门 一念清净心 他就能往生 为什么 他最后他那一念心呢 他是清净心做的 他不是染无的心 不是分别执着的心 不是分别执着的心 一念清净 清净心是真心 纯真无望 这个例子很多 是不是他很侥幸呢 不是的 那怎么回事呢 他过去深中修的善根深厚 在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候 他叙事的善根现前 他能把现前这些烦恼 统统发现 不再止住了 统统发现 一念清净 他真的发生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 就是沃人都不敢轻蔓 真的 中国古人所谓是 盖棺论定 他还有一口气 都不能够随便批评的 断气时候最后的一念 他是纯善 他不能往生生天道 上则为天王啊 所以 我们从佛陀教育里头 得到的 真理 真相 是什么 真心 学佛没有别的 就是学用真硬性 不能用往生 要记住 妄想 分别执着是妄想 这三种统统具足 就是六道凡夫 是 学用真心 不用往生 从哪里学起 从不妄于学起 首先学着 跟一些人说真话 不说妄于 这也是 世尊在无量寿经里头 特别强调的 我们在许多经论当中 常常看到 生口意 生口意 三业 是这个排列法 生口意 但是本经 我们修过的 第八品 佛教我们 善乎三业 他把口摆在第一 第一句 善乎口意 善乎 不及他顾 善乎深业 不凡略义 善乎一业 清净平等 你看 佛 把善乎口意 摆在地上 因为口造业最容易 学佛的人不能往生 大多数是造的口意 把自己修习的功德漏掉了 漏失了 所修的 少 漏失的多 所以 依旧搞三图苦包 说话不能不精神 多说一句话不如少说 要把时间用在念佛上 念佛重要 要分秒必胜 那这一秒钟 可以念一句佛号 不能把这一秒钟困固 你能做到这个 你没有不忘神